大家好,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帶給您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說到了,陳湯被囚禁於下台 不過說也奇怪 自從陳湯來了下台之後 天天大雨 這一天 雨大到 竟然把這個下台旁邊的山給沖垮了 結果造成了好多士兵以及將士的死亡 在另外一邊 下都也是一樣 一直不斷的下著大雨 由於雨勢太大 甚至連傑的長夜宮也坍塌了一部分 傑正為此困擾著 一一看,這是個好機會 於是他便向傑建議說 因為陳湯每天想著他的家人 所以一直哭 他越哭水就越大 何不這樣子吧 將陳湯放回去吧 這傑說還有這種事 聽你在那邊胡說八道 但是想一想呢 搞不好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商丘常常淹水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下節半信半疑的將陳湯找來 他試探心的說 好,今天我就放你回去吧 沒想到這話一說呢 突然間天氣就放晴了 下節心裡好震驚啊 原來這陳湯真的會失招來水 哎呦,那趕快把他趕走好了 免得把我的安逸給淹垮了 於是陳湯就這樣獲得了釋放 回到了波 這個陳湯回到波之後呢 繼續整金軍武 反觀傑呢 他在幹什麼 他則是找人去修建長葉工 由於修建的速度很快 所以造成大量的人民死亡 大臣觀龍逢實在看不下去了 他生氣的跑去找傑跟傑說 大王,不要再修建長葉工了 你知道人民都怎麼說你嗎 由於大王你常常自比自己是天上的太陽 人民都指著太陽說 太陽啊,你什麼時候滅亡 我願意跟你一起滅亡 你就知道人民有多恨你了 大王,不要再這樣傷害人民了 傑一天覺得很活大 怎麼每天都來跟我講這些呢 於是一怒之下就把觀龍逢給殺了 殺了觀龍逢之後呢 傑繼續新造他的長葉工 隔了幾年之後呢 一天,大臣畢昌來告訴傑說 報告大王,尋獸天下的時間到了 什麼是尋獸天下呢 就是在下朝的時候 帝王沒幾年呢 會到四處去看看 也就是去巡邏的意思 這下王呢,是很想去到處走走的 不過墨喜卻跟夏傑說 我不喜歡出去耶 那夏傑說這沒有辦法 我是帝王,我必須去尋獸啊 那墨喜說,尋獸的目的到底是幹嘛 夏傑想一想 也就是看看諸侯怪不怪吧 這墨喜說,那不然大王這樣 我們呢,可以造一個高台 你到這高台上呢 遠遠就可以看到國土了 這樣就會知道各地諸侯的狀況啊 這樣不是更好 結一聽,欸? 那還蠻有趣的 於是呢,變成墨喜的意見呢 去見了什麼? 寢宮跟姚台 見這個寢宮跟姚台 要花更大量的能力 這畢昌實在看不下去了 她也離開了夏傑 你想想看,墨喜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墨喜是一個很有想法的女生 她知道浩劫天下名利 這樣子這些人民就沒辦法生產 一旦人民沒辦法生產 夏傑的國力就會空虛 夏朝的國力一旦空虛之後呢 夏朝就等著慢慢的滅亡吧 這是墨喜的計劃 但是夏傑並不知道 別大新土木呢 需耗費大量的人力以及財力 夏傑沒有的呢 他便向諸侯大國去索取 諸侯大國沒有的呢 便向小國去索取 那小國要是沒有呢? 就是壓榨人民 所以導致了很多諸侯國以及人民 非常地痛恨夏傑 畢昌離開了夏傑之後 投奔了傷 一引吉仲毀見到畢昌來 他們好高興啊 一則是畢昌是個賢人 二則是畢昌其實是夏傑最後一個忠臣 換句話說 夏傑這時候已經眾犯清理了 所以一引吉仲毀告訴湯 是機會了 我們可以起兵來討伐夏傑了 那要從哪裡開始呢? 一引建議 不急 我們呢還是可以再來一次不去朝貢 看看傑這一次能不能叫得動諸侯 果然 成湯不再朝貢了 而夏傑呢 再次命東夷主去討伐成湯 不過這次東夷主呢 卻完全沒有動靜 所以 成湯 伊穎 眾毀 他們清楚了 確定的夏傑 已經沒有辦法順利的命令天下諸侯了 他們再進一步分析夏傑的勢力 夏傑主要有五個蜀國 那就是東邊的偽國 北邊的昆吾 西方的故國 以及南方的習國 最後一個 就是在成湯附近的葛國 這葛國的國軍呢 也是個武道魂軍 他不祭祀宗廟 甚至呢 有田不去耕種 成湯去問他 為什麼不祭祀宗廟 他說他沒有牛羊 所以沒辦法祭拜 成湯就送了他牛羊 問他為什麼不去耕田 他說人民都死掉很多了 所以沒有人可以去耕田 於是成湯呢 借了一些人民去幫他耕田 一天 成湯派了一些小朋友 去送食物給這些幫忙耕種的人 沒想到這些出去的小朋友呢 卻被葛國國軍派出來的人給殺了 並搶走他們手中的食物 成湯聽到這裡 一怒之下呢 便新兵去討拔葛國 成湯的軍隊呢 是非常訓練有術的 一路上呢 沒有打擾人民 也沒有見他的良田 就這樣 軍隊來到葛國的城下 他們並沒有對葛國直接發動攻擊 葛國大臣其實很清楚 成湯之所以不主動發動攻擊 其原因是因為 假設直接攻城 會造成很多人死亡 他想給葛國國軍一個道歉的機會 沒想到呢 葛國國軍呢 完全不想道歉 這時候大臣跟人民呢 反而起來呢 將葛國國軍給殺了 開城投降 就這樣 葛國滅了 成湯花了不到一天的時間 便滅了葛國 之後聽到東方的偉國來犯 於是成湯主動出擊 到了偉國 偉國國軍看到了成湯 反而二人先告狀說 你怎麼帶兵來我的國家 成湯說你不是打算攻擊我嗎 偉國國軍就笑著說 既然被你發現了 那我就說吧 你為什麼不朝見大王呢 這可是犯了死罪呢 我只是代替大王 來教訓你這個不守規矩的臣子 話說完呢 便令軍隊呢 全體對三湯發動攻擊 這說也奇怪呢 這軍隊呢 十個有九個不動 偉國國軍一看呢 很生氣 你們竟然不聽我的命令 好 等我回來 我就將你們處決 於是呢 他只帶了十分之一的兵力呢 前往去攻擊商湯 這戰爭才開打沒多久呢 就傳來偉國的國都呢 已經被人民給攻下來了 因為人民呢 反對偉國國軍 所以大家要起來幫忙商湯 軍隊一聽 哇 家人大部分都已經返回了偉國國軍 誰還會願意為偉國國軍去作戰啊 就這樣 一瞬間所有的軍隊都倒戈了 偉國國軍呢 也被商湯給抓了 最後被商湯給猝死了 陳湯滅了偉國之後呢 接著討伐九個下的小型蜀國 這過程呢 跟滅了葛國跟偉國差不多的 一下子這些國家就投降了 所以後來有一句話說 陳湯十一真而無敵於天下 這十一個小國中 有一個叫有溫國的國家 他呢 是北方昆吾國同姓的族人 這北方昆吾國聽到之後 非常的生氣 於是呢 他找了西方的故國 南方的習國 組成了聯軍 準備呢 滅了陳湯 其實有很多小型的諸侯 在陳湯出兵之前 就非常敬仰他了 早就想過來投靠他了 而對於這些大型的諸侯呢 由於平常橫爭暴戀的 其實大家呢 早就不服了 其中呢 又以這個昆吾國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有安國的國家 他拒絕了昆吾國出兵的徵兆 沒想到昆吾國國王一氣之下呢 就將這有安國給滅了 有安國的王子後來逃出來 逃到了有離國 這個昆吾國的國軍呢 不肯罷休 於是呢 便派兵討伐了有離國 有離國也是個小國 於是呢 趕快派人去向商舱求救 由於昆吾國的實力強大 陳湯正在思考著 這時候有大臣跟陳湯說 要不這樣 等到昆吾國明年去朝見天子的時候 趁他國家空虛 我們去偷襲他 現在呢 他應該暫時不會來攻打我們 不過陳湯覺得這樣的行為並不太好 而在旁的依影呢 也說是的 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們去討伐一個國家 最主要是討伐裡面的人 為什麼討伐這個人 主要是因為他犯了什麼罪 假設人都不在了 去攻擊他的國家 那就是去竊國 為了利益而去攻打人家 並不是真正的仁義之師 陳湯聽完覺得很有道理 但心裡沒辦法放下的是 昆吾就是一個強國 我們應該怎麼樣對付他呢 這依影則是告訴陳湯 偉國國家的軍隊 也是在我們幾倍之上啊 那為什麼偉國會打輸我們呢 大王你調名罰罪 順天應人 只要你登高一呼 我相信會有很多人跟你一起起來 反抗這些暴政的 於是陳湯在波 召集了天下諸侯 做成了謹波之命 正式討伐夏節 並且派兵去攻打昆吾國 陳湯並不是派兵去救有離國 而是直接派兵呢 攻擊昆吾國的首都 昆吾國一聽到 哇 首都被攻 所以趕快怎麼樣派兵回來 就這與陳湯的軍隊呢 在洛河之兵呢 遭遇上了 結果在昆吾國準備度過洛河時候呢 被陳湯的軍隊呢 在河中射死大半 而這次從後面追趕過來的 有離國以及有安國的王子呢 更是一件呢 將昆吾國的國王 謀魯給殺了 由於這個主帥已死 整個聯軍呢 就瞬間潰散了 潰敗的聯軍呢 逃往夏都 去向夏王告狀 並且呢 再次組成了聯軍 這個時候呢 陳湯依照伊隱的建議 不要從正面攻擊 反而派兵呢 繞到後面去 繞到了夏都的西方 由這個後面呢 給夏王的聯軍 來個致命的一擊 雙方戰有龍遭遇 這聯軍呢 瞬間就被湯給瓦解掉了 這夏王呢 退到了明條 於是 正式與陳湯 在明條展開了明條大戰 雙方各將軍隊分了五路 夏節知道 陳湯一路過來 勢如破竹 氣勢如虹 他呢 不可能在這狀況下 直接跟他對抗的 為了提振自己的士氣呢 他告訴自己的士兵 不可以往後退 後退者殺 炫弱者殺 他還真的是殺了幾個人 這士兵呢 看到夏節這麼兇猛 大家也就沒辦法了 只好往前去跟陳湯作戰了 陳湯這邊呢 則是宣告了夏節 殺任民 殺忠誠等十條罪狀 並且告訴他的軍隊 只要抓到夏節旁邊的小人呢 就中賞 殺了夏節也中賞 於是呢 陳湯的部隊呢 各個奔勇爭先 很快的將夏節前路 左路 右路三個軍隊給滅了 直接遇上了夏節中路的主要部隊 夏節呢 非常的厲害 可以說是有萬夫莫敵之勇 這個劍呢 像羽一樣射過去呢 都被他擋開了 刺過來的刀疾呢 也被他折斷了 陳湯你看這樣不對 這樣下去的話 大家太危險了 於是就教大家呢 把這個戰車擋在前面 讓夏節沒有辦法過來 持續的對夏節射劍 就這樣夏節擋了好多劍 這時候陳湯跟大家說 瞄準夏節的臉部 因為他的盔甲是沒辦法遮住臉部的 就這樣亂劍射去 三劍射中了夏節的臉部 沒想到夏節把這劍拔下來 繼續奮勇向前 但是因為被戰車給擋住了 夏節也沒辦法突破過去 陳湯呢不斷的射箭 夏節就只好敗走了 回到了夏都一看 哇 原來夏都的人民也造反了 夏都也被攻陷了 這個時候在城下 夏節遇到了自己的兒子 淳維 淳維呢帶了這些公妃 莫喜這些人逃了出來 這個夏節告訴淳維說 我們不可以在一起走 若在一起被抓到了 就全部滅了 於是淳維往北逃 淳維呢 最後成為後來匈奴的祖先 而夏節呢 則繼續帶著莫喜呢 逃完了山蔥 到了山蔥之後呢 被陳湯追擊的部隊追擊上來 再次戰敗 夏節繼續逃往東夷 去找有詩國的國軍幫忙 這有詩國的國軍聽到夏節戰敗 這個時候他詢問他的大臣雍和 雍和告訴有詩國國軍 天生夏節就是來王夏朝的 不可以幫他忙 現在山王以仁德之師出兵 我們應該是要輔佐山王 不是夏王 其實商湯呢 本來還在很擔心 因為有詩國是九一部落的首領 若是有詩國願意幫助夏節 這場上還有得打呢 沒想到呢 有詩國竟然願意幫忙他 於是呢 有詩國的國軍 假意的讓夏節進城 再解除了夏節的防備 趁夏節不注意的時候 將夏節給抓了起來 最後獻給了陳湯 陳湯的大臣們 借抓了夏節及墨喜呢 大家都說要把這兩個人給殺了 因為這兩個人實在太壞了 這有詩國國軍其實很為難的 因為墨喜是他最愛的女兒 不過陳湯卻告訴大家說 不可以 陳子殺了君主總是不祥 於是決定了 將夏節放歸於南朝 至於墨喜呢 因為墨喜說他要跟夏節一起去南朝 所以陳湯也就睡了他的心願了 最後夏節呢 在南朝跟墨喜兩個人餓死了 公元前1600年 夏朝正式的亡國 而商朝由此誕生 從西元前2071年到西元前1600年 夏朝總共471年的國作 就此結束 目前普遍認為 河南掩飾的二里頭文化 就是夏朝文化存在的遺址 但是由於缺乏直接的文字及歷史紀錄 所以有很多人質疑夏朝是否存在 不過這些都是考驅學家要擔心的問題了 我們的故事並沒有因此而停止 一個新的朝代 桑正誕生中 這故事會如何發展呢? 我們要下次再繼續跟你們說明喔! 好啦!今天就先說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故事 記得咚咚您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追蹤、訂閱以及分享喔! 當然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您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以及作業模式 才有機會改變您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喔!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